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Eric 这是我的太太Seline 嗨 我是Seline Seline 你怎么知道启发课程 就碰巧有一天 我坐我的同事的车回家 所以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他的朋友叫他来启发 他就讲他不想去 很想很闷很无聊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会浪费时间 然后我就说不 我陪你一起去 他说很好耶 我们是可以一起去吃饭 因为听说启发有东西只有 吃个美好吃的 所以我就说OK 我陪你去 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去 所以我们就上了启发第五 可是有什么东西打动你 到最后 因为他们也是 small group discussion 所以从那边 他们讨论了一些话题 基本上是比较开放 所以没有说是针对任何的话题 所以参加的会员都可以 自由的发挥 和分享自己的经历 从那边有学者的启发 其实挺有趣的 过了上半段的启发 我也是学了启发 可能可以多了解一下 整个过程是如何的 所以你为什么会参加阿奥发呢 其实除了好吃的东西 我去了第一堂课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那些东西都很接近我们日常 很接近我个人的生活 还有周围 我就觉得 我就让我更想去 就再继续去 所以我就参加了整个启发课程 对 然后 在那时候的 在启发课程的时候 我也是有祷告说 我也想要我的先生 Eric一起来 因为他一向来都很 像他刚才讲的 他觉得很唠叨 我很无聊 来走东西 所以我也是有祷告 我也想要他进启发 然后来拍奥 来了解多一点 所以他真的来了 所以呀 看看 问 请大家来